大家好,我是欣利 今天我想跟大家快速的做一期街头的实战 有关于这一把我自己最喜欢的柔光伞的用法 其实柔光伞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灯光塑形工具 因为它非常快可以架起来 你看这样收缩非常快 然后它也很很省体积 在我们预算不是非常充足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助手跟着你的时候 便携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用到这把柔光伞 而且它的光子其实特别自然 虽然没有柔光伞那么的柔 但是它也不像标准照这么硬 所以又方便携带又自然 是最好的一个外拍的选择 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它实际的运用的一个策略 Action 大家以为真的是这样用吗 不是 好 先把这个灯插进去 给它穿上袜子 好 加起来五分 五秒钟都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把灯光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取景的地方就是这一片 我的法租界 上海法租界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哪里 看上去好像很有意 很有感觉的样子 一般如果很多外拍的话 我们会直接把灯放在这个45度角的位置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它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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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 那你手放一个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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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没啊 好 好 那我们其实只要稍稍改变一下灯光的位置 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放到这里 这模特搭单我很想要散 它闭着眼睛 模特闭着眼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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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站出来一点 站出来一点 飞出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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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 等一下 再往后一点点 你很好啊 是我的光不太好 我知道啊 你就是不会打光 他在教人家打光啊 shut up 诶 诶我在露营啊 哈哈哈 诶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再一个 再一个 fuck 气很多 you're not listening 你个人在道歉 你还想到他怎样 3 等一下 3 2 嗯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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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整个面搞消片 很好啊 飞出来了 超无故的 诶 好像可以了 诶 没了 没了 就这样 诶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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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 对啊